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的不知道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温州人了 我也温州是个州啊 也许一大乡美国一个州 浙江南部靠近福建的一个城市 旁边有一个县叫温岭县 温岭县人民医院好像还出过什么事情 有个患者杀了医生 你忘了 但温州是不错的 温州出一些美女的 温州经济发展很快 到西班牙意大利的移民最多 全世界的皮鞋很多都是温州人制造的 对 我有个好朋友就是温州人吗 这很有意思 温州人的特点 你别看温州人 要不说江浙那边搞那么集资 不是会出事吗 但是他们是以诚信著称的 他们那种啊 就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宗法观念的 你知道有一次 我这个温州的朋友 在一个地方这个玩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别在这玩 到我家来吧 是吧 我就说到我家来玩 然后他就说这个 好啊 那咱们这个打车 打三辆车 我为什么要打三辆车呢 他说你看我那还有十几个兄弟 我说你 你去 他们在这玩 他说不行 我去哪里 他们去哪里 然后最后十几个人就到我们家 你知道吗 在那个客厅里 他就十几个兄弟 坐在这个长沙发上 聊天看电视 最后我跟他蹲墙角 温州他这个兄弟啊 他都老在一起的 他们干哪一行 我突然想起十多年前 我忘了 听于华还是书童说 他好像去温州啊 我不确定是温州啊 反正就是那边附近啊 他说哎呀 厉害啊 整个城啊 都是做A货 山寨货 对 他说可是发财发的 最穷的人家门口都是法拉利 OK 送小孩上学都开法拉利 然后从整条街的第一间店是卖Cucci 第二间店卖Prada 第三个卖 全部是A货 全部A货 他说 那法拉利也是A货 不是 就是说温州的老板 我都跟你讲 哎 我不怕给你透露 孩子结个婚 找我 请我去主持 你知道能给多少 就说来主持 我都没有去啊 我肠子都毁清了 你知道我今天我一直 赶快给我们介绍啊 还有没有人结婚呢 不是学 结婚啊 离婚 离婚 咱正好咱今天抛开话题 我讲了一个 我最近就是 因为你知道我 我喜欢赚钱 对吗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知我能不能跟人主持婚礼去 而且现在你知道 就有些这个老板呢 或者什么呢 人这个婚礼啊 给你的简直是你有时候 你超乎想象的这个钱 可是呢 咱又 其实我又想象 我又是 我算个什么人呢 我 我太拿这个当人了吧 我为什么不能跟人主持婚礼 我有一次在婚礼上碰到 叶辉贤 你的上海一个节目主持人 他那个婚礼上 那个主持人的说话的腔调 全部是学叶辉贤的 然后我就问他 这个整个这个主持的风格啊 就像地方台的一个 很有政治觉悟的 这么一个讲的话 都一套一套 然后我说你主持不是 他说 嗯 我还是放不下这个 这个这个 我心里只替他可惜啊 我就想 这有啥呢 对啊 对 人家是专门的一个行业 婚礼私宜 你至少有一个问题 你抢了兄弟的饭碗 对吧 但是 这不是正好问题 正好问题是 这个里面涉及到的 某种工作上的一种讲究啊 实际是很有意思的 你比方说 哎 你给人主持婚礼 那么你你挣这个钱 对吧 你就是个主持人吗 你比如说 所有的主持人都可以去为一个公司去主持一个商业活动 嗯 那这个公司也是私人的呀 而且从这个程序内容来讲 性质都差不多 对 可是为什么你老觉得 哎 我要为一个私人公司主持一个活动 这个很正光明正当 但是好像说我要去主持一个私人婚礼 似乎给人感觉就有点 怎么说呢 没关系 没关系 过百万就突破这个底线 是吗 哎 明把不要叫 八百万 没有不一样嘛 因为婚礼是 爱情嘛 结婚嘛 关系嘛 比较personal比较个人化嘛 你替那个公司那是商业行为 可能会有这样感觉 你会觉得不太一样 其实做的事都都一样 你觉得是一样的 我给你一个安慰嘛 你经常说回到民国 民国徐静谋再婚 那梁启超主持 每一个越大号的文人啊 越替别人主持婚 问题在于就是说在今天这个社会里 你的很多选择呀 可笑的地方在于什么呢 没人知道 你比如说 你坚持的这个节奏 我比如说不是 我跟你讲 我说比如说我不主持婚礼 可是实际我主持过好几个了 但是那是私人朋友的 对 那么你想 不收钱的 对 那你想树立什么形象呢 人家不认识你的人 你不就在主持婚礼吗 就和你收了钱的 和没收钱为朋友主持的 对于公众来说 这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你要 你明白吗 就是今天你的很多选择 所有的节奏都是在你自己心里 对啊 这个社会没有什么 所以我刚给你的安慰 就是说你想一下梁启超也主持 徐志摩 胡施什么梁徐超 都替别人主持婚礼 你跟他们图等了 而且你又有个原则 做人还是有原则 你只做婚礼不做生礼 你说红我做白不做 你要你要觉得 你做人有为有所 有所为有有所为 我就在我头 你们说服我了 我索性打开门做生意 选一个叫鸿门 是吧 鸿门专做红市 白的楼给我们 对对对 白市楼给我们 或者你把范围先缩小 我专做第二次结婚的人 一步一步 这种作为一个社会舆论 我们大家不要歧视 对不对 对 我们做一种 我们这种有社会意义的 渐渐在扩展 对 正好我在家排行也老二 是吧 专门专主持二婚的 不要了 你就抛开心节做个网站 交生意 红白不去 红白二世 或者关门专门主持 这个三的 三 你这你就不知道吧 你说现在有的这个人 有的富豪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他不是有这个情人吗 就是就是 还有盲盲反对的 就不应该叫人小三了 但是就说民间俗称小三的 你知道到最后 也很好 但是呢 你也得给人一个交代啊 你没个名分 你这个现在在民间就有这个 要给他办婚礼 但并没有登记 你明白吗 就给这个小三 一个正式的 也叫婚礼 就叫喜事 就叫喜事 男的嘉宾是谁 就是亲朋好友啊 亲朋好友 就是说 我不能给你结婚 我不能给你登记 但是你跟我也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了 你爸婆会来吗 原配会来吗 那要来了 那就是 那风是风险 就更加加辉 只有嘉辉能做得到 不是 我非常好奇 风险很高了嘛 风险风险太高了嘛 因为总有的 香港话叫乙母仔 二五仔是什么 这是捅刀子的嘛 你请来的亲朋好友 不是 这种情况 人家所谓的大婆 都已经那个 接受了 就是说 人家早就和谐社会了 就是说 因为我特别 对这个话题 特别敏感 这个有点难 特别喜欢 是吧 文道 这一类的 你有点难度啊 这就需要你专业水平 就当做买保险嘛 因为我前一阵子 有个死党啊 中学死党 离婚再娶 可是跟前妻之间的 有些问题还没解决嘛 那再娶结婚的时候 我们拿几个中学死党 去喝喜酒 按道理应该坐在你前面的 贵宾桌 不是 这把我们放在电梯门口那边守着 因为万一那大婆 前妻来采偿的话 就要我们马上 马上出去 把她前妻挡住 大嫂 有话好说 然后呢 结果我们整个晚上 就是守着电梯门口那个大门那个 在那边吃饭 这才不知道 不知道嘉辉那朋友是什么 他们那个结婚前很好啊 也二十多年 我那朋友离婚离的 我觉得有情有义啊 真的模范 他觉得夫妻真的不合了 然后呢 他先去做什么 婚姻辅导 香港流行 外国也流行 对 找个婚姻辅导师 当然他做的手脚 他去打听哪一个辅导员是比较 帮忙的 请向劝人家分开的 因为有不同的取材 对 有些比较 劝离专家 我就是这种专家 能拆一对试一对 他就安排了 去了十五趟 他的老婆也接受了 回来还很高兴 老公不要太难过 今天那个辅导专家 他说其实分开有时候是好事 我现在发现 你应该一条龙服务 一条龙 从咨询开始 没错 在中间提务财务资讯 最后婚姻法的法律意见 最后再帮人家办一个 稀释 咱们这树叶有专攻 我干脆 我现在知道 我以后一条龙的服务 我知道我去放下 要干就干得彻底 对吧 跟凤凰在谈的时候 你底气也足了 对对对 我要成为中国第一婚礼 私议 好我再给你一个好主意 是吧 还要光顾你 一婚二婚三婚 对吧 好主意 还你还要注明 我光顾你做红事的 以后死掉 白事也是你送的 你做红事我送白事 对对对 伤理就免费送给你 对对对 包园了 一生我给你服务到底 行了 咱们别瞎白话了 说点正事 说点正事 有什么正事呢 我就说温州 温州老板纷纷不行了 跑路的也不少 那么我要从哪个点上来说 铺租 这个租金 为什么我要把温州和香港 起来说呢 这个事情很有意思 你先看看这个照片 你先看照片 温州广场全体商户 恳求房东降租以保发展 你再看下个 为了市场发展 请求房东降租 那个 微商疯狂 网购疯狂 实体艰难 强烈要求房东降租 这都是在温州发生的 就是这个商户啊 都在这个请愿 要房东降租 共渡难关 你看宣告结束 哎 你看房租太高 生意难做 双家什么鞋垫 灰泪洗货 以抵房租 这玩意 再来你看 房租不降 市场必死 请求房东降租 美国保罗 这就是香港 这就是香港 昔日的全球最贵的一个地方 叫做铜锣湾罗素街 现在你看 店已经关了 已经清空了 已经清空了 因为我为什么把这两个事联系起来说呢 很有意思 基本统计 房租降租 都是降了30% 就是温州这边也是 普遍下降30%的租 那么为什么呢 但是原因完全不一样 温州这边说的是什么 据他们理由 你刚才看到 就是网购 说现在受到网购的压力太大了 实体店生存不下去 对 所以说 租金你得降 你要再不降 咱就与见同尘 就都完了 但是香港呢 则是另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呢 咱们广告之后再讲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广告之后 好 这个 不要再是婚礼组织了 咱们说这个 搞得他心神不定 对对对 我就没心情 才坐下去了 我为什么没挣着钱的时候 我就会痛苦很久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有挣钱的机会 我现在发现 我丢了人的时候 基本上痛苦三天 但是丢了钱的时候 痛苦三十天 三十年 我就一直就没有解脱 一提这事 马上我就想走了 不想做节目了 我就说 这个温州的 这个 就是你知道香港 铜锣湾 这个罗素街 现在就是珠宝 钟表 什么都撑不住了 过去是这个豪华品牌 现在这个豪华品牌 都不能就是说这个租金 香港的这个铜锣湾 罗素街 你想到吗 曾经贵过纽约第五大道 曾经贵过 到现在还贵过巴黎 湘西丽舍大街 这是铺租最贵的 但是现在已经降到老二了 纽约第五大道排第一了 这就反映香港 现在这个生意艰难 最火的地方的铺租 好像这个什么 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 就是铜锣湾罗素街 降租最大 你这降了多少 40% 降租40% 就是都做不下去了 而且纷纷的就是 你看你现在去香港 有些地方中环 铜锣湾 你去看 有些过去的那个豪华 那个名牌店 现在都空了 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你要不降租 这个香港的原因 又是什么了 你要先说罗素街在哪里 罗素街在铜锣湾 时代广场旁边 对 他从我小时候到现在 一直都是香港最贵的地方 因为他不仅有游客来 本地人在搜狗百货那边 经常都过 经过那边 哪一条是罗素街 罗素街 是不是时代广场到搜狗 通的那条街 因为那个店 你用尺价 刚说的铺租最贵的店 它很小很小的 我记得当时我看报纸 说它铺租全世界最贵 基本上我在想 除了卖毒品以外 你卖什么都赚不了 赚不回来 后来发现它卖什么能赚 卖广东人最爱吃的鱼蛋 咖喱鱼蛋 然后卖果汁 我记得最贵的一个铺头 就是卖果汁 就是一杯一杯的鲜榨橙汁 原来那个是暴力 那个东西基本上 就是靠主要是游客 特别几年 所以你说不管是罗素街 那一间也好 什么中环也好 这是游客 种种理由包括中港这些矛盾 包括本身内地的经济的起伏 A股 对不对 我的朋友们十个有八个都跳楼了 两个快要跳楼了 然后那个经济上 它当然是那个部分会比较降下来 而且不要忘记 你刚说降租多少 百分之四十 最高的达到百分之四十 不要忘记 它前两年涨了两倍 所以它本身是因为长得太疯狂了 然后掉回下来 所以不用太恐慌 而且这两天香港的新闻 电视台当然做新闻 去访问那种店 钟表店 珠宝店的老板 那个老板很好 可能是装出来的 他说 其实我觉得现在才正常 他这样说的 他说因为前几年 太多内地游客来 他直接讲了 他小心他的回乡症 他说因为太多游客来 买来都是买回去送礼的 而且很不寻常的送礼 所以我们才会生意 做到这样好扩充 现在比较相对没那么好 可是我觉得正常的 比较健康长远发展 因为现在真的买来自用的 或说是合理的送礼 子冬的女儿结婚 我送个金我买的 不是买来不三不四的 他说这样其实对香港的 经济对于他们做生意 才是好的 因为他们这样才能计划 才能计算 我大概我五年之内 可以开几个分店 十年内可以开几个分店 不会因为这样乱七八糟的事情 这无厘头大起大落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倒是对香港不悲观 不会啊 它的经济体嘛 它的服务业 金融业 当然它很多地方 不太好了 我是比较 我是比较悲观 我这个逛香港的商场啊 这么多年 这一二十年来 我眼看的那些店 同样的店铺 原来是卖音响 卖高档音响 卖高级家具的 换句话说 它主要的对象是 香港的中产阶级 后来就卖电器了 就是卖变成电器的连锁店 现在呢 整片整片的变成奶粉店 名字都叫药铺 但其实都是卖奶粉 这些最热的店铺的 这种急功近利的转换 当然它有它经济的原因 因为租金 人家都会算 不是像你嘴里说的 你一有学生在外面闹事 人家生意都做不下去 对不对 每天这样 但长久来说呢 你想 谁都知道 香港当初上来四小龙 香港要跟谁比 香港 你不应该简单的 跟广州 跟上海比 更不应该跟温州比 香港应该跟 新加坡 台北 韩国比 这个几十年来 就是这么一个定位 可是呢 你现在比比看 我们在四小龙里比比看 韩国有它自己的工业 跟日本 中国竞争 都有它一定的品牌 从汽车到电器 台湾在电脑的这种软件啊 这种配件的生产上 也还是有它自己的 新加坡科技很厉害啊 相比之下 香港 现在就只剩下 金融业 地产业 这个销售业 工业东西全没了 全搬走了 科技 有一个叫科技员 叫叫叫什么 数码港 最后是一个地产项目 一点数码都没有 对不对 全部是豪宅的楼 要长期的检查一下 怎么会这样 就是整体来说 现在一个电影 不叫港窘吗 我发现这个窘子 是新发现出来 以前古代是 对 是光明的意思 现在是尴尬 窘闷的意思 窘迫意思 现在的香港 就是这个窘子 香港很窘 现在 就是这个窘子 我知道的一些 就是表层的这种原因 不包括就是 零售额一直在下降 你看马上国庆 这个黄金粥啊 预期没什么大陆 你怎么来吸 没什么内地人来 而且呢 你这些钟表 珠宝 这些租着 贵租铺的这些店 受大陆反腐的影响 对 对 他也说嘛 你这没人 那么大批量的 买这些东西了 然后呢 这个 我刚才跟家辉 还在说 我觉得香港呢 从一方面 你比如说 他的酒店价格 也都下降了 这也挺好 是吧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 我怎么觉得就是 各行各业啊 在退步 我的 我的意思 你看 我就打 打低 我就觉得整个这个城市的状况啊 哎 当年这个 我1997年到香港来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专业 这个发达 那种感觉 繁荣 而且每一个人呢 我觉得那个劲儿 包括这个低视司机 对自己职业的这种自豪感 哎 我哪里都知道 你要你要你要去哪里 然后你 现在你这 我用那个打车软件 就在香港打车 你就过个港岛 半天叫不到车 你就怎么就就加加钱 你就加到60块钱 加60块钱 都都叫不到车 叫到车了之后 一个司机不认路 两个司机不认路 简直都像北京司机了 你知道吗 就我说 什么时候香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对啊 他他 因为 假如你说香港各方面退步 有一个理由 因为前几年的旅游业太旺盛 当你可以赚快钱的时候 比方说我开个店 我不用服务好啊 我甚至不需要东西好吃啊 我只要地点 那边多游客 我就赚到钱 你香港人不来吃 无所谓 我根本不稀罕 游客来 吃完就走 你知道吗 赚快钱啊 搭车我乱撩路 反正你游客嘛 全世界 我们去到全世界都知道 游客区是最乱七八糟的地方 香港当时前几年啊 就变成一个 整个香港都是游客区啊 从新界到九龙到港岛 所以你就变成 各方面的水平都低落嘛 那现在所以有人就说 这是一个关 比方说我们看到 现在倒闭了是什么 不是倒闭啊 收收规模而已 什么钟表店 金店 药店 这些重点不是他们 经营不下去了 重点是他们经营不下去之后 那个店铺能不能开放出来 给其他更多各种不同的小店 假如是这样 香港才重新有民间的希望 说一句不好听了 也很多人同意 香港生活里面 不是说什么经济指标啊 生活的感受 最舒服的时候是什么 刚好过了SARS非典的时候 电租房租大家步伐 甚至有失业率高了 可是大家觉得重回生活了 真的可以比较慢 可以吃东西 人跟人的关怀 曾药权在为的那些年还是比较平稳的 所以这个衰退不见得是坏事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你怎么看 说前一阵说这 别让李嘉庭跑了 这个 那个 我觉得是 我们香港人说是北方啊 媒体之间的不协调 甚至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 门外汉的看法 就说 可能他请了一个实习生 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 这很不及格的文章 评论的文章 就是模仿文革的笔法 然后把关不言就出来了 然后 香港人对李嘉诚的这个什么牵策呀 或者是什么 在欧洲买东西 香港人没有什么意见吗 当然有意见 可是不会那么反应那么大 因为香港玩 那个国际化的游戏玩了好久 当年会 别忘记当年汇丰 也是中英联合声明什么谈判 马上走了 也搬走了 也没事啊 香港人基本上呢 所谓大城市呢 就是见过风量 只要我有一天能够赚钱的 马上回来 那么汇丰一合什么 慢慢回来 扩充 你知道吗 资本 这样跑来跑去 那当然是会不爽 可是当然不会用那种语言 别让他跑了 虽然就是说我 我来老觉得 其实我还是挺喜欢香港的 就是说你比如新加坡啊 新加坡非常好 干净什么什么 欢迎城市 可是你让我选 我还是选香港 因为他 他够丰富 好像是 就是而且呢 我老觉得这是个风水宝地 真的 就虽然现在也褪色 我老觉得你说这么个弹丸之地 涌现出来这种亿万富翁啊 能跟你一个当年 能跟你一个大陆的抗衡 就包括 我不说别的 咱们不是聊过吗 连出的电影明星 这么一个六七百万人口的 能跟你一个大陆的人才 电影导演也是 你说这是不是 电器属